地球表面破了一个洞 零下140度的寒流喷涌而下 处在附近的气象考察船毫无察觉 寒流很快将船只包围 气温开始骤降 男人感觉寒一来袭抱紧了身体 寒流紧紧将船只包裹 此时船上的仪器全部失灵 迅速结冰 男人还没明白怎么事就被冻成了冰雕 很快寒流入侵到岛屿 狗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对着白雾乱飞 主人想要制止 却看到白雾扑面而来 寒流过后 一家人全部倒在地上 变成了零下140度的尸体 几天后 考察船飘到岸边 消防员与救护车全部出动 惋惜的是 船上14人无一生还 全部遇难 不知道什么东西杀死了他们 只知道他们身上有严重的组织损伤 小帅带人进入轮船内部 里面的东西全部湿透 很难相信 三天前里面的人还与他通过话 短短三天 就让他们全部离奇死亡 他将硬盘带回工作室研究 发现太平洋上臭氧层泄漏 一股超低温冷风 正朝陆地袭来 小帅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总统 并表示自己怀疑考察船正是遭遇冷风 所以才不幸遇难 总统问小帅 这锅冷空气有多冷 小帅告诉他零下140度 到达海面后可能随之减少 尽管这样也可以让人瞬间冷冻 总统一听 简直太扯了 这只是猜测并没有得到验证 避免引起群众的恐慌 总统直接推翻小帅的论证 国家气象监测局也检测到了异常 专家表示 只是小风掀不起什么大浪 由小帅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他找到新闻媒体朋友 想让他将自己的结论发布出去 但朋友怕丢掉饭碗 只好告诉小帅 让他有实质性证据后再来找他 小帅知道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他打电话给妻子 让妻子带着父母来实验室避难 自己则去学校接女儿 可来到学校后才发现 女儿竟然掏学了 在同学口中得知 女儿和朋友去海滩游玩 时间紧迫 小帅边开车边打电话 另一边的女儿 却任性的一次又一次挂断电话 同时告诉小帅 冷风将在一个小时后着陆 首先袭击的就是他去往的海滩 而路程刚好还有一小时 没办法 女儿毕竟在那里 女儿这边看到海面升起白雾 慢慢逼近 几人直呼壮观 立马拿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小帅此时刚好赶到 看到父亲急忙的样子 女儿吓坏了 海面升起白雾 男孩拼命往岸上滑 白雾将他包裹 瞬间冰封 女孩见状立马往回跑 但还是晚了一步 小帅带着女儿迅速逃离 女儿此时吓坏了 他不敢说 刚刚第一个死的就是他男朋友 小帅没时间纠结这些 他打电话给新闻朋友 告诉他自己的推测是对的 就在刚刚 两个孩子瞬间冻死在了他面前 而这股冷风 现在正向着城市逼近 朋友得知 立马前去报警 与此同时 气象部接到报警 得知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将向全国发布警报 这时总统也接到通知 他们已经证实了 寒流的真实性 秘书提议 让小帅参与进来 总统怕面子挂不住 果断拒绝 警报拉响 学生们飞涌而出 超市里的发热电器 也被一寝而空 为了逃离城市 已经造成拥堵 此时冷风已经袭来 大楼被瞬间冻透 飞机也在超低温下 失去动力 比之撞进城市 来不及逃跑的人们 只能活活冻死 大街上全部都是尸体 酒吧老板娘 舍不得自己的心血 给自己倒杯福特加 起起火 但酒吧 还是防不住冷风的袭击 寒气在缝隙中钻了进来 瞬间将屋内的一切 全部冷冻 此时 小帅带着女儿一路狂奔 身后的寒气紧追不舍 他们开车来到实验室 前脚刚进门 寒气就将实验室覆盖 小帅这时注意到 这个冷风并不一般 在臭氧层的缺口处 它的温度更低 如果不阻止 整个地球将会被彻底冰封 小帅再次打电话给总统 总统让小帅放心 他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法 300个加入化学仪器的气球 再加上空军基地战机的配合 用导弹将其引爆 气球随之释放 这手笔 才能配得上他总统的身份 此时冷风已经席卷大陆 毕竟是大规模的死伤灾难 第一个倒霉的 必是东京 随后 则是因果 大笨中在冷风的作用下 戛然而止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总统立刻实施他的计划 在战机和导弹的配合下 气球顺利引爆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 爆炸产生的热量 让冷风的温度 急升40% 人类不至于被瞬间冻死 航母被冰封海面 巴黎城内荒无人际 世界依旧雪白一片 总统的计划失败了 他只能放下身段 询问小帅解决方法 现在他们只剩一次机会 小帅提议 用装有高爆燃料的火箭 飞到漏洞上空 将其引爆 爆炸产生的闪电连锁效应 应该会让漏洞自行愈合 只要切断了冷风的源头 冷风就会消失 用不了多久 世界就会恢复原貌 就在小帅计算各种数值时 地旁的助理突然滴血腾晕倒在地 小帅也不想去冒险出去取药 没办法 助理长得实在太漂亮 小帅穿上大袄 便慌忙出门寻找药物 此时回到模拟路径计算完毕 需要尽快传输给总统 冷风已经开始袭击米国 如果火箭发射基地也遭遇袭击 那人类最后一次希望 也将彻底破灭 女儿没想到 自己还能拯救世界 在总统的指挥下 笨拙地操作着电脑 最后一步终于完成 传输开始 突然实验室断电了 女儿果然不是那块料 传输中断的总统那边 已经急疯了 发射场马上就要遭遇袭击 这时小帅终于赶了回来 他第一时间给自己的美女助理 注射了药物 然后来到地下室修理发电机 米国的旧金山已经烟雾缭绕 再拿不到数据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人类的末日 还好在最后时刻 实验室的电力终于恢复 收到数据的总统 立马实施计划 火箭腾空而起 朝着地球漏洞逐渐逼近 最后在精准位置引爆 和小帅预想的一样 漏洞开始电闪雷鸣 慢慢自行修复 直到消失不见 他们成功了 人类过度开采 和使用能源污染了大气 现在气温逐渐升高 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这不仅仅是部电影 更是我们的未来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